DLC破曉的世界 嘿大家好我是毛鼠 最近曾經在魔物獵人DLC破曉的世界中 不曉得各位體感如何呢 在這次重大分薪後又有新的護石要煉金啦 而這次素材收集一直都是要玩家花長時間報甘農的 這是給來給一般玩家帶來減少農護石的方法 影片開始前如果喜歡這一系列再幫歡迎點個讚吧 提醒警告 此方法不確定是否為Bug操作還是系統本身的設定 使用前請自行確認是否要使用 如有問題一律自行負責 首先操作前必須先自動存檔關閉後才可以進行接下來的動作 當然基本的煉金素材還是必須要有 這部分就請玩家巧農一下 此方法更要收集是可以練多次煉金素神器的素材道具 再加上有10個速煉單的道具 第一個就可以找三人開始煉金 無論要在神火中或愛爾卡多操作都不會影響 接下來就是將煉金材料丟上去 並使用訓練單讓煉金直接完成 另外請煉金完成後再一次領取 也要邊使用邊領取貨值 這樣會影響後續的流程操作 如畫面顯示 由於這些素材都不會消耗 所以可以不用在意煉金素材是否會超過底數 以最快的方法煉金完成就對了 煉金過程將畫面加速 這邊也在這提醒 有一律千萬不要使用 請按照遊戲的正常方法來煉金 完成後我們可以開始檢查這批是否有需要的護石 如果有我們可以單純重新讀取紀錄 再以最小的素材點數來煉金 但記得前次煉金多少顆 這次就要煉金多少才不會有失誤 如果沒有想要的護石組合 就可以重新讀取紀錄 然後拍照前三顆 及第六顆為第七顆護石 並記住動數及技能組合和護石等級 這樣才能在下一輪有對照的依據 不管是要領取還是販咒 都不會影響後續的操作 然後離開三人選擇回到標題 這邊請小心操作 千萬別記錄 到這邊為止 就完成事前的護石確認步驟 接下來就要開始正式 將護石改變順序的操作 重新讀取後 我們來到三人這邊繼續煉金 這次只要煉金一組就可以了 所以選擇最低消耗素材來煉金 因此我們煉金會被擔成消耗素材 所以挑選好素材後 選擇不要使用訓練單 接著前往訓練場 找我們的老朋友金獅子 之前有再大量刷煉金護石的都知道 鬥計場可以來刷煉金的完成次數 跟隨機的團子飯 尤其是需要刷PPS點數時 需要用到神火點數加倍團子 就很需要用到這個鬥計場 來刷團子跟護石完成 同樣的 鬥計場不論神火村還是艾卡多 都不會影響操作 這次的恩衛05鬥計場 增加了新的老朋友 提安金獅子 然後選擇任務 直接進入自殺 或是刷倒朋友 請注意 開始時不要吃到彩虹鬼呼鳥 不然血量增加自殺時間會更久 鬥計場01-07全部通過後 不論成績多少都會有成就顯示出來 我在蒐集成就的玩家 可以來這邊完成一下 相關的成就影片 在上方的資訊欄可以看一下 接著讓老朋友快速打死自殺 失敗任務後 不要記錄 回到艾爾塔多在道山的這邊開箱煉金 另外提醒 鬥計場不會影響個人公會使用名片的使用紀錄 有堅持武器使用的 所以不用擔心會影響到這個 回到艾爾塔多或神火村三人後 就會看到前五刻都是跟剛剛的護士 一模一樣的組合 表示如果只使用SL 就會一模一樣無法改變順序 這就是為什麼只無法使用SL 來刷護士的原因 接著領取這次一組的電競護士後 離開三人並記錄 再度回到標題重新進入遊戲 到這邊就完成一個輪迴 為何需要再多一個步驟不能直接SL呢 剛剛可以看到直接SL的護士是一模一樣的 如同畫面所示 這一組是原本跟剛剛的那五顆是相同的 照理來說 後面的45顆應該會往前推進 但由於多了這個步驟 讓系統產生了辨別的因素 有可能是BUG或是原本的系統就是這樣的設定 總之可以讓原本的該有的組合打亂 讓護士重新來過 當然對於老獵人玩家們可以用大量的時間來農 所以這個影片推薦給其他不想太農的玩家的參考 回到遊戲內容 後面可以看到就如同一開始教學的操作 將10組煉金術神器加10個訓練單 煉金完成快速煉金護士 過程一樣不用擔心會有點數超過的問題 如果有煉到想要的護士 可以直接重新突起紀錄再重新來煉金就可以 假設這次煉金還是沒有煉到想要的護士 就一樣不要儲存回到標題重新突起紀錄 再回去煉金一組再去鬥地場找老朋友 重複這樣就可以快速刷護士了 雖然這個方法比較複雜且花時間跟操作 但同樣要消耗10組煉金的材料 這個方法可以煉100組 讓有好護士的機會更多了 再次提醒如果對此方法操作有任何疑慮 並不要使用其操作 以免後去產生任何問題的產生 接著來開槍10組看看這次是否煉金護士有沒有成功 可以看到畫面前一次排列組合都完全不同了 第一顆護士應該為原本的第六顆 這次完全改變表示成功打亂順序 這個方法提供給需要好護士 卻沒那麼多時間濃素材的玩家一個參考 這次使用的版本為10.0.2.0版本 未來如果改版後不能再使用這種機制 會再回報 這次連煉金也得到一顆還算能用的護士 有迴避性能2、翔蟲能手3、還附3S1動 算這次破曉改版中給新手使用是相當不錯的一顆護士了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疑慮或操作請在留言告知一下 如果對這系列對你有玩族再麻煩點個讚 再次感謝你的觀看 再拍到這裡 再拍一拍 再拍一拍 再拍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